Hello 大家好,我是方國山 作為日出康城的開荒牛 見著康城,越來越多人搬進來住,是開心的 但這裡發展一日千里 社區的設施遠遠追不上人口的增長 到底哪裡出現問題呢? 除了不斷鬧政府,還有什麼可以做呢? 首先,我們來了解一下各類設施的入門標準 根據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 每五萬至六萬五千人 就應該有一座大型的體育館 當中包括有兩個籃球場、三個壁球場 一個活動室和一個健身室 康城符合以上標準,但有沒有地呢? 當然有,將軍澳第86區 即是首都旁邊,現時花海的用地 一早就規劃為室內康樂中心 Internal Recreation Center 我們簡稱IRC 但康民處遲遲未有興建的時間表 他們還聲稱西貢區 包括將軍澳所提供和規劃中的體育館 數目已符合他們的政府要求 現時日出康城一至四期 包括首都、領都、智南天和進海 已經有10,188戶 進營、進二有2,649戶 人口已近五萬人 而康城第五至第六期 包括馬里布和LP6 亦會有3,992戶 往後七至十三期住戶 亦超過一萬戶 未來環保區 超過十萬人居住 人口增長速度 灌絕全香港 環保區的人口已達到 興建康樂中心的標準 但康民處遲遲未有興建的時間表 根據過往各區興建體育館的情況 由籌劃至落城 所需的時間是動接以十年計的 費用亦都大約七至八億元 由2009年第一批首都的居民搬入去起計 政府將居民當作開荒牛 怎麼說都不合理 那可以怎樣呢 政府在2017年1月施政報告中提出 體育及康樂設施五年計劃 目標是在2017至2022年期間 展開26個項目 以增加和改善我們地區康啟設施 而當中亦都包括 在康城旁邊 將軍澳第77區的水災活動中心 我們是強烈建議政府 將康城第86區的室內康樂中心 是立入新一輪的五年計劃 迫使政府定下時間表 其實將軍澳有很多規劃 都是只有港字的 例如66區的中央公園 72區的橋頸嶺公園 康樂設施是重中之重的 字幕收有速度 我們再看一看 一百千萬計劃 全部十字幕 全氏的靈體 途中